资料库里面 那我们也等于是原来 预设的是ACCDB 那我们把它增加一个SQL Server 那里面增加一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资料表 那接下来的话呢 在里面我们新增一个 这个Data Show 底线加一个SQL的一个 这个 一个Webform 加入里面 然后呢名称打上去 加进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其实也非常简单 第一个的话我们是用SQL Data Source 把这个资料 这个控制量放进来 第二个的话呢加上这个 Data List 把它放进来 那放进来之后的话呢 当然设定一下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不会太困难 你就直接找到我们的这个资料库 它会帮我们建立一个Connection Street 其实Connection Street呢 其实里面也定义一些 你的资料库放在哪里的相关的设定 那建立好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已经连线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底下的这个部分 Data List 设定的部分特别注意就是说 第一个 请你选择资料来源 那选择上面这个SQL Data Source 1 第二的话呢 你要设定一个格式 那格式其实 这地方也非常简单 就跟PowerPoint一样嘛 你就设定一下 PowerPoint就不会是黑白的 OK 比如说设定一个缤分 按一个确定 再来的话呢 这两个不用设定 因为这两个 其实就有那个Data Source去设定 那属性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暂时里面我们也用 这个资料行的部分的话 先不要动它 等一下下个范围再来看 其他相关的格式啦 框线 如果你的范本你觉得不喜欢 你也可以再去调整它 那只是说呢 按确定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之后呢 跟这个最后我们看到的 有没有 你会发现 这样就已经有一个 这个Data List出来 那它也是一样 把资料列出来 它具有那个什么呢 Greview一样 一笔一笔资料 也有什么呢 里面的详细资料 可是问题来了 你会想说 老师那刚刚看到的 那个完成的结果 它有排的比较那个 前面有放一张图 那我怎么放图呢 对不对 那它底下名字 它的name呢 不是放在旁边 不是按照顺序 它是放在下面 对不对 然后呢 它的这个 上面的这个标题 是放这里 内容放这里 时间放这里 它的位置 为什么可以随便放呢 对不对 如果可以随便放 随便安排的话 那这样子 将来再做 这个资料库的呈现 就比较不会那么呆板了嘛 对不对 就感觉上跟留言板 那个形式会比较接近 所以呢 这个地方 等一下就要来讲 如何设定你的版型 其实你的版型 可以在这个地方 快速的 把它做一个位置的变更 是不会有问题 颜色上也可以变更 甚至你可以放个插图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范例里面 也有个小插图 就在这个 这边有个小插图 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做 那做法上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各位先把 这个部分先做出来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Kait visual就知道 投转 看